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要来聊的是 央行这个松绑它的条件 到底得利的人是谁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房市信用管制松绑谁得利 房仲老鸟表示 央行配套机制将先一波解约潮 代售物件将更多 手购族慢慢挑 央行在10月9号 针对信用管制措施 推出数项松绑措施 包含了继承取得房屋者 与银行签订拨款后 一年内出售原屋之换屋者 已签订成屋与预售屋购物合约者 以上情况能够不适用 与此次第七波信用管制措施 针对继承者此波 被列于松绑措施中 事实上先前及有不少消息传出 根据内政部数据 前8月继承已转动数达 5815栋 比较自1999年以来同期数据 为历年来次高 仅低于2023年1到8月的 52191栋 专家分析 近几年房价持续高涨 加上少子化 高龄化 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 致使继承转移 逐年增加 那在此情况下 部分围在外地工作 但有继承祖传老屋的青年族群 由于名下有房 或有部分持分不动产 预购物却适逢央行推出信用管制 贷款被阻于门外 因此此波央行愿给予继承者豁免权 因能获得广泛民众之认同 并给予继承老屋之首购族一条活路 另外针对换屋族 已签约者同样被列入此波 松绑措施 专家表示 看得出央行放宽适用范围 确实琢磨许久 且放松范围比想象中更窄 除了不溯及既往 不影响因继承取得的多屋族等 各方都无异议外 外界争议较大的 交屋换屋族 换宽幅幅度不大 且切捷期间仍在一年 显见央行认为换屋族破口的心态不变 而专家指出 央行本次配套措施 针对继承族 新清安采取 宽松认定 可舒缓换屋族和继承族的心理压力 但由于第七波信用管制之后 存准率上调 就算定义标准放宽 银行愿意受理成贷 许多购屋族仍需排队苦后 挤不进房贷宅门 或者利率高到令人却步 因此第四季买气仍是考验 专家表示现贷定实施后 由于买卖双方对于贷款下不来 是否为不可归咎双方之因素有歧见 导致市场上延伸许多买卖纠纷 但央行在配套方案中特别提及 买卖契约中不可规则于双方时的解约机制 若买卖双方往解约方向处理 短时间会掀起解约潮 市场代售物件会增加 增加首购族的选择性 他现在说这个不可规则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解约潮 可是我们在上次央行 10月9号征修的松绑政策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讨论到 现在如果是不可规则于双方的话 他是可以用分期付款建商贷的方式 那怎么还会有解约潮呢 这样子就不会有解约潮 因为有这一条 很难讲 如果说有的人他不看好后市 他认为房价在后面可能 对不对 就是涨浮力到不够 他觉得没信心 他有可能会解约 对不对 反正现在这个问题 除了他刚刚讲的这一次的豁免 其实也没有开很大 这个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那天我们录这个插播消息的时候 有人说 不是我们都预录的吗 对 我们多数是预录 我们是这个礼拜录完了以后 下礼拜会播 通常是这样子 但是偶尔我们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们会及时的插播 对不对 临时性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插播完最新的消息以后 后面还会跟个两三折是原本预录好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在那天记者会开完之后 我们是花蛮多时间研究的 因为我们上片的时间是比较晚一点点 但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已经有蛮多专家 可能就已经先分享了 可是那个时候分享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说 好像是全线开绿灯 就是很high 对很high 可是我看完的记者会 跟看完他央行的一些文稿以后 我觉得没有 所以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是 我那时候后来还有点担心 是我录错了吗 是我们讲错了吗 因为我们录完了 就先丢给剪辑师了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晚上就赶上片吧 那我们片子上去之前 看到的很多消息 好像是觉得全线开绿灯 但我那时候想说 我是有认真读了 应该不是这样子 那后来的确是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 就把那个缝开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但是讲实在话 有些网友说 这个没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 对的确也没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 因为你72之二没解决 你之前的问题是在72之二上 又加注了第七波信用管制 把它搞得更惨 那你这一次的这个解禁 也只有解禁一小部分 在继承的部分 对不对 那同样你72之二还是没解决 对 所以即便解禁了这个继承 这个继承的人 他要带到钱 他还是等72之二之后 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也有网友留言说 那这样仲介怎么办 那他都已经有服务了 那如果说不可归咎于双方 解约了 那仲介费到底是要算谁的 对了 那这就是会有纠纷 因为对于买方来讲 他一定会希望 他能够在合约里面注明说 假设如果说解约的话 那他连仲介费 他都不想要付 那对于卖方也是一样 那对于仲介呢 我都已经帮你们服务了 跑得那么辛苦了 今天不是说你在买预售文 你买卖双方 双方你讲完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 你今天如果说是中古物的话 我有服务 要带看 然后回答他的问题之类的 对 反正我就是基本上 把你们撮合了 然后成交了 只是说这个问题 你们解约了 那我的到底该怎么算 这就是有纠纷 你要说怎么办 说实在话 不是说都公平的 对不对 那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 你看了就会不一样 你今天是在买卖双方的立场 就是 我就没有成交 卖方 我房子就没有卖掉了 我要多付钱 对不对 那谁要给你卖 这种感觉 那我买方是 我又没有买到 我要多付钱 对 那谁敢跟你卖 对 那对于仲介是 我都帮你们服务到成交了 你们贷款下不来 你们解约了 你们都不付钱 谁想要帮你们服务 对不对 这个很难讲 这就是会有纠纷 这没有帮任何一方的讲话 对不对 因为你的立场不同 大家会有各自的心态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今天 如果你是仲介从业人员 你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你就靠这个服务吃饭 你服务已经做了 对不对 你说服务了 没成交 那就认了 对不对 我就讲真的了 就譬如说你很多 你去公司上班好了 你去工作 你不一定有达到公司的目标 你可能还有底薪可以领 对不对 但是你做仲介的是 你这个没有成交 你就没得领 这个风险他已经担了 对 现在贷款下不来 你们解约了 那我还没得领 我有让你们成交 只是你们这个东西贷款有问题 所以他承担的风险是不是也蛮大的 也蛮大的 我说实在话 你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事情 那你也不能讲说 中介都一定要赚你钱 不能这样讲 他就是一个职业 他赚他该合理的利润 不然你自己上街去找 对 或者说你到591上面去找 对 或者你自己poser团卖 对 这样也是可以 那你会希望委托他 当然就是希望他能够帮你服务了 你想要省点事 对 那他既然有帮你服务 到底这个要不要给 我觉得他们应该最后一定会 引你出一个最公平的方法 我觉得他们到最后 就引你不出一个公平的方法 我觉得 没有办法三方都好吗 因为以以前的经验 就是你在房市冷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中介会收掉或干嘛的 其实我觉得在房市不好的时候 政府也没有特别在 保护 对啊 没有在保护中介业 感觉啦 感觉 虽然说我们对中介业不是那么熟 但看以前的新闻 看起来也没有特别保护 那很为难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苦了他们 也没办法 但是我相信有人会骂 之前可能中介赚了那么多钱 对不对 开名车 带名表 对不对 这样子 在那边炫富 对啊 但也有可能是这两个月才加入的 对啊 超惨 看他们不爽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 那是他你努力来的结果 对啊 他努力来的结果是赚我的钱 那你努力的结果不是也是赚你老板的钱吗 对 对啊 这个各方立场 如果说你只站自己的立场去看的话 当然 对不对 要骂很容易啦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 像我就会觉得说 我知道他们都有他们的难处 我也知道他们很辛苦 我也知道我在无理取闹 因为 但是因为我只能站在我自己的立场 无理取闹 对 我知道 我知道你没赚到这一笔 很难过 很生气 但我付不出来 但我也没办法 对 我真的就付不下去 我只是举例啦 我不是说我不付的啦 我是说举个例啦 现在这样的状况 不管他缝开的大不大啦 72之二还是没解决嘛 但是有可能明年他会慢慢舒缓啦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嘛 所以第四季是不是冷的 就是冷的啦 对 那你如果说你对房市还有兴趣的话 我就觉得你是符合心轻安的 现在对你来讲 就是优势比较大啦 你说72之二 哪一天有一点水位了 他也是优先先看你这个心轻安为主啊 对不对 没错 那至少政府规定是这样子啦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啦 你说这个要签切结 一年之后卖 那你是真的银行水位很多的时候 他可以让你签啦 他水位已经接近满了 你要不要签 他不一定会照做呢 我不一定会拨给你 他说可以这样子 但不代表规定我银行 一定要这么做 我可以不带你啊 你那个签了一年切结 你自己签回去好玩的啊 对啊 我不过就不过啊 对啊 我先过心轻安至少 有保障 对上头有交代啦 有没有保障不敢讲啦 但是至少有交代啦 至少我不要到时候 对不对 长官来讲的话 造成我们银行单位很多麻烦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 就没解决 所以第四季热了起来吗 热不起来 而且你的房价在这个区间的话 真的很多人在这一波之后 其实就冷下去了 对不对 就心情上也冷下去了 然后呢 欲望上也冷下去了 对不对 对 我有一个延伸议题 想要问你 嗯 你觉得这一波啊 会不会导致的一个离婚潮 对不对 现在就是心轻安当道嘛 对 夫妻其中一方有房产的话 嗯 他就没办法用心轻安 对 那如果某一方他的这个房产 嗯 是婚前买的 对 就也不关另外一方的事 嗯 那是不是另外一方买房子的时候 嗯 会协议先理个魂 嗯 我先做一个贷款的动作 再复魂 我觉得 呃 单身的人可以出来看看 你不要讲潮啦 我觉得有些人会这样去想啦 这难免啦 而且我觉得会这样想的 通常你就是对于房地产投资 是有一定程度的向往 好不好 那而且呢 他也有可能发生在这种 可能结婚几年后的 你新婚 你要他马上离婚 他做不到啦 那他会不会就是放婚结婚的速度 有可能啦 最近婚业会比较好定 对啊 你就趁这个时间 哎 我跟你讲 先不要结啦 你趁这个时间 你去看一件 我去看一件 这样子 对对对 先看着来嘛 嗯 对不对 那反正如果说你看到 离婚率开始提升的话 那政府大概就会知道 哦 你们这些人又来了 像是政府觉得说 以一个善良原则来讲 他感觉一般人 应该不会为了买房去离婚啦 他只是这样觉得啦 嗯 就像是他讲说 这个继承一样嘛 他觉得你说 哦 可能继承 这个二三十间房子 你现在出来买房子 还是手购 但毕竟他觉得 这个在市场上不多啦 还是少数啦 嗯 所以他没有特别去规定嘛 如果说真的都很多的话 他才会去规定啦 离婚数多的话 他可能会注意啊 对啦 嗯 会不会有僵死之人 出来大量的卖房子 就是最后尾声了 然后赶快离婚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是多爱房子 那问题是他这样子 就是贷款期限也不长嘛 然后就他登出以后 给小孩子继承 是不是哦 又可以 对啊 他就 你一直在想一堆偏招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做的话 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但是有多少人会这么做 如果在市场上 这个案例很少的话 可能引不起太大的风浪的话 他政府就不会特别定规则去管啦 对啦 我现在只是在设想 有这种可能 不是我想做 我只是在思考 你不要回去 回去欠你爸妈 你没办法理我 对 你们都这个年纪理一下 也没有差了啦 反正 对不对 也不会真的分开啦 对不对 感情已经很深厚啦 我已经被我爸打死 好可怕 对 那结婚离婚 就一张纸而已啊 你那张纸 对不对 撕掉以后 一人多一间房 是不是 多棒的一张纸啊 是不是 你就回去这样说服看看 是不是 没关系啊 先不用 如果说要推心情安 他就应该要推 就是未满18岁的 都可以申请心情安 为什么 大家拼了命生啊 对不对 哇一生生双胞胎 你还要去拿两间呢 好疯啊 但是很多小朋友都有房产 这样子购物年龄会整个下降 对啊 你就不要再讲说 现在房价那么高 害死年轻人 没有啊 你刚出生就可以买了 对啊 而且你背40年房贷 你40岁就还完了 对 是不是 而且我告诉你啊 你这40岁有没有 爸妈还先帮你还20年 超划算的 是不是 责任就在爸妈身上 对不对 所以心情安应该推在小孩子身上 不应该推在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太老了 超过18岁都太老了 新清安 我们叫新清安2.0好了 嗯 不要叫清安好了 新宝宝安 新宝安 对不对 適用呢 这个18岁以下 对不对 0到18 对啊宽限期 你就把它从5年变成是8年 对不对 40年可能把它变成50年 是不是 超疯狂 大家拼了命生啊 你在跟我说少子话 没有少子话了 拼了命生 生一个是一间 嗯 那还有那些 可能孤儿的问题会被解决 嗯 就零样会 对 零样会变多 而且房子必须要在小孩子名下 你就设定法律 就是小孩子 生出来 他就可以拥有财产 这样子我觉得会有很多这种 带领孕母出现 就是很多人就会负责生 有钱的人 他可能没有自己想生嘛 生才会走样嘛 对对对 他就负责收养 对 变成一种新的金融体系 新的产业是吧 对 好啦 胡乱扯啦 对 最后还在胡乱扯 总之啦 门缝没有开很大啦 嗯 还有啦 这边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也帮我们投票一下好了 因为有人说我们 上片的时间 真的比较晚一点点 然后每天的时间比较晚 不是说这个 我们先预录的部分 是我们每天在晚上 可能12点上片嘛 对不对 有的人说 那都要熬夜等着听 会有点累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提早 比如说8点 9点 10点 大家觉得好吗 嗯 对 如果说觉得好的话 可以帮我们留个 譬如说几点几点吗 如果大家都没有留言 我们就维持这个原来的时间 好不好 好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晚安老吉 拜 拜拜 拜拜